一、放开妈妈的内疚,母亲经常被判断来全职工作时抛弃孩子,而父亲则希望为家庭提供工作。 为什么这种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个看似进步的社会? 有些妇女没有选择做一个待在家里的母亲,而其他人选择回去工作,因为她们不想放弃她们的事业。 不管是什么原因,决定做一个工作,妈妈是一个值得钦佩的选择,而不是评判或羞辱。 如果你一直觉得不能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感到内疚,是时候放手了,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工作生活,对你的家庭有积极抑郁的事情上。 相信你正在为你的整个家庭,包括你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你的孩子会感受到你的爱的程度,理解你的牺牲。 二,使用节省时间的黑客,为了在最少的时间内完成最大的任务,使用快捷方式并进行战略规划,在网上订购你的杂货,并使用路边剪食或把他们送到你的房子,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并去跑你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在通行期间,安排电话会议,在午休期间快速完成任务,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前一天晚上准备好衣服和午餐,这样你就可以享受早晨而不是匆忙出门。 三,寻找你信任的预二提供者。 当你在工作时,知道你的孩子被照顾是非常重要的,找一个日拖,保姆,或者你知道你信任你的孩子的人,优质的托儿所应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低的师生比喻,干净宽敞的环境和最新的许可症。 四,与经理保持开放的沟通,做一个职业妈妈,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一个生产力不高的员工,然而肯定会发生变化。 当孩子生病或有约会时,母亲通常是主要家长,而工作后,母亲则是负责接替孩子的人,因此工作妈妈通常需要更多的灵活性。 但是,工作妈妈是最忠诚的员工之一,从跳过午餐休息到周末工作,这些妇女不使用他们的孩子作为借口松弛,重要的是要去保隐于你的经理沟通你的需求,以及你将如何继续做好你的工作。 希望,你的经理会理解和欣赏你的透明度和奉献给你的家人和你的工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